這次的地震也造成花東地方農業設施 損害嚴重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指出 這次花東農損超過兩億元 針對十三座民營跟農會的糧倉 會補助六成 加上低利貸款 來更新設備 並且調度工糧的倉庫存放 避免影響到二期到坐的收成 怪手挖出巨石 清除崩落土石 金正花季還沒結束 通往赤柯山的產業道路還在搶通 搶震導致道路中斷 觀光客上不去 農作物出不來 二十一號上午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前來勘災 承諾盡速協助修復 而預期農會也趕緊反映 三千多公頃農田被震到歪七扭八 農田外區扭八 梁倉則東倒西歪 地震搖晃劇烈 太空包堆疊的稻谷硬生倒下 而存放稻谷的桶倉 基座下線底部變形 稻谷散落一地 令業者擔心的事 二級稻作即將在四十天後陸續收成 對此一路南下勘災的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表示 稻谷儲存空間若不夠 會調配工糧倉庫來應急 針對另一隱憂 烘乾設備損害 恐影響稻米品質 陳主委也承諾在加工設備重建 會補助六成再加上低利貸款 農委會初步估計此次強震花冬 農損超過兩億元 而關山鎮堪稱年米場重災區 包括農會與兩家民間業者設備 傾倒變形 總損失七千萬起跳 有些議員則轉達農民心情緊張 也恐慌 幾乎總統蔡英文所說 不希望農民受到損害的話 能說到做到 記者花蓮台東綜合報導